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语字对应的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html叫做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叫超文本标记语言 那么html呢 事实上就是构成超文本网页的一个基础 所有的网页里边的这些组件 这些元素呢 其实都是用html的方式来呈现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 目前呢 比较火的是html5.0的一个标准 那么html5.0呢 基于html4添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那这个呢 在我们那些开发类的课程当中呢 会有专门的一个介绍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一边呢 就不再给大家讲太多详细的一些东西 那么http协议呢 最开始诞生的时候 其实呢 就是为了能够在浏览器和服务器端进行html页面的一个传输 那当然呢 随着现在互联网技术的越来越发展 http协议呢 承载了更多的任务 比方说我们呢 可以在http协议的基础上继续使用https啊 这种呢 比较安全的http协议 那么它在传输过程当中呢 是经过加密的 或者呢 我们传输webservice使用的比较多的soap协议 那么它也是基于http协议进行传输的 http协议呢 本身它是属于应用层的一个协议 它跟https也好 SOAP也好 都是属于应用层的一个协议 那所以它最后呢 还是要经过tcp ip 经过物理层呢 才能够进行真实的一个传输 那么对于这些应用层的协议来说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呢 协议规则 呃 协议规则是完全脱离掉我们的tcp ip的那里边的那些协议规则 它的协议规则更加关注的是内容本身 它不会去考虑这个东西怎么建立连接 怎么去保证可靠 怎么去寻止啊 这些都是tcp以及下边的集成要去考虑的问题 对于应用层来说 它要关注的就是我要传输的内容本身 当然了http协议既然它作为一种协议的存在 它也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规范啊 这个在后边呢 我们会逐步学习到 那么http协议有哪些特点呢 这边我们就把比较关键的几个特点呢 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它的第一个特点 传输过程是明文传输 所以呢 由此导致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访问很多银行的网站 或者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一些网站的时候呢 其实在我们的登录的地方 它都会要求 包括我们确认付款的地方 它都会要求我们下载一个插件 下载一个activex的插件 因为呢htt本身是没有办法确保安全性的 那所以呢 它只能通过这种activex的插件 来保证这个内容传输的过程当中 我用插件来进行加密 加密完了以后 加密过后的这些文本呢 通过htt来进行传输 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明文传输安全性比较差 它的第二个特点呢 是http协议是一种无状态的协议 那么什么叫无状态协议呢 事实上在我们的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进行数据传输和数据交互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 就是当我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实现登录了以后 事实上服务器是能够知道我们已经登录了 那登录过后后边的操作我们是不需要再登录了 那这种场景呢它是属于一种保存了我们的客户端的状态的这么一种场景 那么单纯的htt协议本身的话呢 它是无法保存这种状态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再打开一个网网站去实现登录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登录完了以后的话呢 服务器由于没有办法保存我们的状态 服务器会告诉我们我们处于未登录的状态 要求我们登录 我们有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再去登录 服务器仍然无法保存我们的状态 它仍然会继续要求我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实现登录 当然这种场景呢有缘扯 大家可能也没有遇到过 那是因为呢 htt协议呢通过我们的另外一种手段 session和cookie的手段来解决了这种状态的问题 这个后边我们在学习session和cookie的时候呢 会专门来介绍这个详细的一个过程 单纯就协议本身的话呢 htt协议它是属于无状态的 第三个的话呢 它是应用程协议 标准化 1.1版本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htt协议呢 都是1.1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呢也用了 十几年了 我印象中呢应该是从98年开始用的 就是1.1的版本啊 很多很多年了 但目前呢还没有新一些版本的更新 但是我想呢会随着httmail5.0的这个普及 http协议本身的话呢也可能会啊 将会出新的一些版本 因为协议本身呢现在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 很多规则呢 已经慢慢的不适用了 而且呢 http协议的这个内容本身啊 它的传输效率呢也相对比较低 好 这是http协议里边 我们觉得啊 相对比较重要的几个特点 那么我们最重要其实要关注的 那就是它的明文和它的无状态 因为在我们后续的对web系统的一些测试过程当中 这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 也是呢在这个客户端啊 或者说浏览器啊 跟服务器之间这个交互的过程当中 会存在问题 很多问题呢都可能会由于它的本身的一些特点来引发 所以对于这些协议包括为什么它需要用这项的一些这个功能 来扩展它的一些这个处理能力等等 一方面我们需要去知道它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以后的测试的过程当中 那么就要有针对性的呢 去针对协议本身的这样一些特质 那么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些测试用力的设计和执行 那么http协议包括后边的学习呢 除了我们讲这个它的一些基础的工作原理以外 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个强有力的协议分析工具 叫http watch 那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协议学习的正式开始之前呢 咱们一起来把这个工具呢安装起来 这个工具呢 咱们可以直接去百度里边下载啊 咱们的资源库里边也会有 那么下载完了以后呢 直接默认安装就可以了啊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安装完成以后呢 咱们可以打开浏览器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先显示这个菜单了 在咱们的工具菜单底下 就会出现一个http watch professional的这么一个插件 大家下载和安装的时候注意一下 我们尽可能去下载安装 professional 版本的 而不是标准版啊 我们后边的演示呢 都会基于这种专业版来做演示 它会以浏览器插件的形式啊 存在于浏览器当中 那么所以呢 我们安装完成以后呢 在浏览器里边直接找到 那么它会打开这个http watch的这样一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当中的话呢 咱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点击录制按钮 那这样呢我们发送的所有的请求 就会被这个工具给录制下来 那它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录制到的这些内容来看到 这个请求和浏览器和服务系统到底做了哪些数据上的一个传输和交互啊 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个页面里边有很多资源 有图片 有javascript 还有一些html的页面等等啊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交互的内容 在这个下半部分的Stream底下 Stream这个tab底下 左边呢对应的是我们从浏览器发到服务器的响应 那么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访问的这个百度新闻 它的IP地址 180.149.132.203 它的端口号使用的是默认80 那么右边呢是服务器对我们这个请求的一个响应的内容 这是响应部分 那这里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字段 那这些字段呢 当然我们是需要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的 每个字段代表什么意思 那这个呢在后边我们讲get请求pose请求的时候 包括响应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起分析啊 这些字段的一个意义 所以呢咱们先把这个工具安装好啊 知道这个工具一个简单的用法 那么在这里边的content这个tab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响应本身的内容部分 Stream呢对应的是整个协议 它有协议的字段 还有呢内容本身 由于这是一张图片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边是一些乱码 但是我们切换到内容这边 就可以看到真实的这张图片的存在 换别的图片啊也都可以看到 那最近股市比较火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跟财经相关的信息呢 现在基本上啊 很多都是占据头条的 全是啊 好这是我们的内容啊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呢 它是一个javascript的脚本 好这是内容本身啊 抢印来的内容 如果是一个html 那么我看到的呢就是html的这个标签 包括啊这是javascript 那么后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html本身的一些东西 这边有一个html啊这才是标准的html页面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属于内容本身 那么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个请求 这些请求啊使用的都是get的这种请求的方法 那get呢是我们hp协议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请求 那么它呢表示是我们的浏览器从服务器端获取一个资源 get嘛拿啊就这个意思 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的请求post 比方说我们要提交一个数据 比方说某个网站的登录 或者是我们去某个论坛里边发篇文章等等 或者上传一个文件 那么它会呢使用post post的顾名思义呢就是投递 投递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我们把浏览器这边客户端的数据呢 提交给服务器端啊发给服务器 而不是说从服务器获取资源回来 那这种呢通常我们都使用post的请求来完成 这个呢在后边的课程我们再来详细给大家去分析 好现在的话呢大概就说到这儿啊 关于这个工具本身 就是说它每一这边它有很多例啊 当我们获取到一个请求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例 它代表的这个数据和它相应的一些类型 比方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1分57秒909开始啊 开始下载了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整个下载所花的时间是0.19秒 然后呢请求的大小是839个字节 就发给服务器的cent啊 发给服务器的请求的大小 然后receive呢也就是说从服务器给我们的响应的大小 是1686个字节使用的方法get 状态码200也就是我们的响应是正常的啊 这个状态码后边呢单独再给大家说一说 那么这边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html页面的类型 这边是一个GIF图片 这是一个PNG图片 我们看到这个资源的类型 好 这边呢是对应的每一个资源的具体的地址 好 这边呢我主要是再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 当我们去访问一个网页的时候 虽然我们你看到我们在UIL地址里边 它输入的只是一个UIL地址 但事实上呢 这里边的每一个资源都会对应着一个请求 这个比方说这个百度新闻的logo 它是一张图片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请求与之对应 好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小6啊 这也是一张图片 它也会有相应的请求 那后台呢还会有一些JavaScript的这个脚本 还有一些CSS的这个html标签的样式表的定义 它都会是对应的一个一个的请求 所以呢我们这边注意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这只是一个UIL地址 这个UIL地址里边呢 它会包含很多资源 我们呢在这个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呢 都会需要去把这些资源获取下来 那么这个一整个页面才能够完整的显示 如果我们获取的只是一个html的页面 那么它呢只能显示文本型的内容 它只能显示这些文字 那里边的图片呢 我们就需要单独的再去发一个请求 把这张图片拿过来 这张图片请求获取到了以后呢 它和html的这些标签 共同通过css来进行排版 然后呢浏览器再把这些东西排好的版 进行渲染 最终呈现给我们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边呢有这么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地址UIL地址 或者说叫做一个page 一个页面 每一个页面里边可能会对应着一个或多个请求 这是通过这个工具 我们给大家呈现的 那么我们后边关于HP协议的学习呢 很大一部分的知识都会通过这个工具给大家展现 所以呢咱们先把这份准备工作给做好 那么关于HP协议的话 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说HP协议的话呢 它的主要的构成部分就是请求和响应啊 这样一对来构成 那么请求也好 响应也好 它的请这个协议规则本身呢 包含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是协议的头 第二个呢是协议的阵文 那么回到HP卧议我们来看到啊 随便找一个请求 在Stream里边 这上边有这个字段相关的 这就叫做协议的头 响应也是一样的 响应的头 那下边呢就是响应的一些证文的内容 那么get请求呢 由于它只是直接指定一个UIL地址 所以它的请求的证文的内容是空的 虽然说我们看到啊 这边没有内容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规则本身是存在的 就是它的请求 只不过它的证文本身是空的 那么后边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发生的是一个Post请求 那么Post过去的数据呢 就会在请求的证文当中给展现出来 OK 它们都是一一对应的一个关系 有请求必然会有响应 那么这边呢 我稍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咱们来再来理解一下这个请求和响应 还是举啊 咱们给朋友或者给某一个人打电话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拨通它的电话号码 或者我把这个电话号码拨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相当于发起了一个请求 发起了一个通话的请求 好 那这个时候可能的响应是什么呢 比方说第一个通话成功 对方接通了我的电话 第二个展现 第三个停机 等等等等 还有包括呢 它一直不接 那么这边呢 很多同学可能刚开始就觉得啊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直不接 这不就是没有响应吗 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它一直不接 这种情况本身也是一种响应 这种响应呢 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 就是对方不接电话 那这里边就是说这个响应呢 就会存在着有很多的状态 我们就随便举这几种例子好了 那假设呢 这是说我打一个电话过去 那么这个响应呢 可能的状态就会有这四种 那与之对应的咱们的协议本身呢 它也会有不同的状态 那么这种不同的状态呢 咱们就是通过这个result这一列啊 状态码来反映的 那么200呢 是最标准的一个响应 表示呢 成功的获取到了这个响应 一切都是正常的 200OK的状态啊 这是我们看到页面里边最多的一种状态 比方说我们来找一找啊 这请求里边 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状态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个302的状态 302的状态呢 它是另外一种响应的状态 它表示呢 直接啊 对这个地址进行了重定向啊 直接进行了重定向 redirect啊 重定向了到某一个页面 那还会有哪些状态吗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 UIL地址里边输入一个不存在的页面啊 这个页面肯定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种不存在的状态 它对应的 好 重定向了到一个百度的错误的页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重定向到了一个searcherror.html 错误的这么一个页面 重定向了到这个页面啊 这就是呢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错误的页面 它会重定向 那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不存在的页面 都会重定向到这样一个通用的错误页面呢 也不一定 比方说我们现在随便来访问一个别的网站 假设就是csdn.net 我们呢 后边给它重新输入一个不存在的网址 我们看到 这边直接告诉我们了一个页面 没找到404啊 但是它的状态码是多少呢 好 我们看到啊 这边又会存在一个状态码 404啊 页面不存在 404就表示真实的啊 页面 not found 404的状态码 所以这里边到底它会有哪些状态码呢 我们直接可以打开hp协议啊 咱们搜索一下hp协议的状态码就可以了 好 直接进到百度百科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请求呢 有很多啊 我先把它停止掉 先补录制好了 把它们先清掉 hp的状态码 它有从一开头的 二开头的 三开头的 所谓一开头是二开头 三开头呢 就是指一百多的状态码 两百多的状态码 三百多的状态码 四百多的状态码 还有呢 五百多的状态码 好 我们呢 可以来看看 一开头的状态码 一百 一百零一表示什么 一百零二表示什么 二开头的 就是二百是最标准的 二零一表示 二零二表示 二零三 二零四都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三开头的表示什么意思 四开头的表示什么意思 五开头的 这个 表示什么意思 这边都可以看到 那么它下边呢 会有具体的 每一个状态码的一种解释 我们呢 就不一一去看了 后边我们用到的时候呢 再跟着不同的状态 再来专门的说明一下 但这边呢 就是说大家要了解一个 具体的种类 就通常来说啊 一开头的 二开头的和三开头的呢 这种状态 都是响应正常的一种状态 都是响应正常的一种状态 比方说我们去给对方打一个电话 那么他一定对方都是接通了的 只不过接通了以后 对方有可能一听我的声音就把它挂掉了 或者说呢 给我触席长谈一整个晚上啊 等等 它会是不同的一些响应情况而已 但是呢 这个通话本身都是成立的啊 都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头二开头 或者三开头的这些响应的状态码 都可以表明这个请求是存在的啊 是成功的 但是呢 四开头的就表示咱们的这个请求是存在问题的 通常来说四叉叉的这种状态码 通常是指我们的浏览器这边 或者请求本身有一些问题 那么五叉叉五开头的这些状态码 这些响应呢 通常是指我们的服务器端存在错误啊 服务器端存在错误 我们最常见的 大家可能曾经遇到过的就是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啊 服务器的内部错误啊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遇到的 还有刚才看的404啊 一面没找到 还有呢 咱们的302啊 重定项 还有呢 咱们的200 完全的正常啊 这四种状态是我们经常看见的啊 所以呢 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 具体的每一个状态码 大家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词典吧 来查就可以了 咱们啊 没有必要去死机硬背啊 没有必要去把他们每一点都记在心里边 用到的时候来查 好 这是关于这个HP协议的状态码啊 大家如果还没有办法理解的话呢 就和这个打电话的过程对应起来啊 逐步的去消化它 那么关于HP协议的一些基础知识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select 不知道 你们 想